好久不见的皇家千女儿夏天长大了!近照曝光后竟长成这样子!太不可思议了! 真的超美的!原文!艺人皇家千跟老公夏克力的爱女夏天,poppy,长大了! 几年前夏克力跟女儿夏天参加中国亲子时竞秀爸爸去哪儿大获好评! 可惜因为线同力导致第四季腰斩,观众也无缘见到小美女在上电视了! 好久不见的夏天近况如何大家都很关心,爸爸贾克力昨天曝光女儿近照! poppy今天和我玩捉迷藏,不过,她好像很厉害耶,我竟然一直都没有找到她,大家快来帮我找找看! 许多网友看到夏天又长大了一点,纷纷留言称赞她越来越有小公主的味道,倾国倾城,真是女霸十八点! 虽然夏天不能继续参演综艺秀, 但她还是会跟爸爸走遍世界拍节目,这张是她在澳洲动物园拍的照片! 越长越美的夏天暴风是成长,网友似乎可遇见她长大后的美貌了! 她真的是从小美到大爷,很看好她! 黄嘉谦,1973年6月13日,台湾女歌手、女演员、主持人 黄嘉谦于1973年6月13日出生于台湾桃园县,但将高级中学及美国基督教校立会基督书院毕业 初期以歌手身份出道,后期众心在戏剧演出和担任节目主持 2005年在东森统和台电视情境连续剧《爱曼扭要怎样》里 三红三红演出期间 与剧中的加拿大籍演员夏克利相恋,2006年9月2日两人在加拿大晚婚 2009年7月8日,黄嘉谦对外宣布怀孕5个月,2009年12月2日早上9点剖妇产下一女 中文名为夏天,英文名为Qner Poppy Dance,昵称 Poppy 参考来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